每一个白石先生身旁都有一个睡衣萝莉 白石先生练刺这次遇到了大马腕 前来狩猎几人的破面自顾自地唾弃起阵王的同伴 练刺利用蛇尾丸颇长的攻击距离 当即就要给对方一个下脑 谁知敌人竟是头也不回地轻松化解了自己的攻势 第一次与破面交手的练刺万分震惊 他开始讥讽起练刺 在他看来哪怕是受过懒染大人的教导 垃圾也仍就是垃圾 费废王蛇尾丸迅速出现环绕于周身 非得带到练刺的攻击似重未重的瞬间躲闪开来 自觉无趣的破面此时换了一种玩法 面对呼啸而来的巨大蛇手 只见破面数剑格挡 争的一声 即便如此敌人仍旧是没有后撤影 手中斩破刀漠然的一准 练刺身前的鲜血便见到了来人的面袍 鲜血的味道让敌人玩弄得意味愈发的浓烈 这种程度的废物都能当上副队长的话 踏冰尸魂界也并非男士 这时小雨来到了一旁的防炎之上 罗莉的大眼睛死死地盯住破面 女孩进一个爆发弹跳 她来到了破面的身后 迅猛无比的鞭腿踢在了敌人的面庞之上 纤细的小手如锐利的鹰爪一般掐住了对方的脖狗 狂风骤雨般的铁拳倾泻在对方脆弱的身躯之上 一拳接着一拳 破面口中大喊的浑蛋 恼怒地乱无其手中的刀剑 防褐色的灵压瞬间如星王般四散射出 她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怪物 一对风锐灵力的苍角 直奔这个恼人的姑娘而去 圣泰迅速抄起大狼头 单手抱住了坠落的小雨 她怒吼着一个转身 给予敌人当头棒 苍角王子的夺命 双脚再次奔袭而来 用蛇尾丸庞大且坚硬的蛇身抵挡住撞击 谁知圣泰一个转身的功夫 蛇尾丸应声而碎 她是破灭15号伊尔夫德补狼兹 你一定猜不到 当12枚冰华双叶全部骁龙之时 究竟会发生什么 东侍郎右手直剑平静地凝视着 仿如绝世高手的骁龙 月光柔和地照耀在敌人的侧眼 骁龙消索地感叹着同伴罗伊的阵盒 东侍郎一早开启了 大红莲冰伦丸凝战强敌 他知道对方不是一语之辈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占到便宜 骁龙感受到 另一边同伴伊尔夫德归刃的力 这时空气中 骗骗冰屑从骁龙的眼前飘过 是小白高举冰伦丸 笔直迅疾的刺激道 骁龙掌中宝剑修得横斩 冰精立刻智力破碎 回看骁龙的身后 冰伦丸的尾翼 已将锐利的刺钻对准骁龙的投入 结结实实地一击打中了敌人 骁龙竟毫发无伤 被冰封的手臂不过是表象 随着骁龙一声轻横 手腕缓缓转动 寒冰碎裂 对于自己没有如小白的意愿受到伤害 他表示遗憾地要死 随即骁龙将宝剑 直指小白身后的冰华之意 三朵冰花共十二半冰液 如今随时间消散 只剩下最后一朵 这冰华双叶响必 就是东师郎万姐的使用器械 最后的倒计是很快就要来 他告诉东师郎 他会给予相应的尊重给年轻的队长 他也会让小白死前 见到自己的真正实力 好歹死得个明明白白 金色的灵光不断地 从骁龙的斩破刀上扩散而出 万姐状态下的小白 都不得不抬起手臂遮拦乱流 骁龙满意地欣赏起 自己如艺术品的美丽鼓掌 当他再次看向小白之时 众人才惊觉锐利的斩鸡 竟早已在小小的身躯之上 留下血肉磨布的伤害 宋师郎开始在空中不断地隐移升起 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顺身 到近前又是一 五道利爪在交手的刹那 将冰龙的翅膀撕扯下一半 两人的距离再次拉开 他没有立刻发起攻击 而是询问起骁龙 这便是所谓的11号的实力了吗 骁龙明知是缓兵之计也毫不在意 数字10号以后的排名 并非按照破面的实力进行编排 只不过代表着 游须成功进化为破面的先后顺序而 真正的顶尖强者是由蓝染挑选而出 他们的身上标记有自己的位阶编号 这10人被称为超越极限的10人 此时此刻与几人一同前来的破面之中 第六十任 豹王葛利姆乔赫然在内 只可惜豹王那无可品宜的时日 恐怕白发少年无命去见了 别看战斗打得有多么狼狈 你真当护听13队队长及人物 都是山本老头拍脑袋选出来的吗 此时战场形势不容乐观 阿萨锦炼次日翻鼓东 狮狼与松本乱局都陷入了恐战 一旁的大头破面 从骁龙与小白的激战中抽出了注意力 他发现身后的乱局似乎恢复了意识 乱局手中紧紧握着 仿佛是通讯器一般的误解 里面在说着什么批准通过的字样 乱局迅速半蹲着身子 竟是只用一只手臂便拦下了敌人的进攻 三人的胸口处神秘而独特的灵印世事显现 三人的吼声响彻天际 同一时间 三股强大的灵压从三人的周身开始奉拔 随着极度压制的禁锢被试 东师郎那强大到足以改变天际的实力回来 原来为了不对县世的灵体造成过于严重的影响 拥有队长及实力的死神 每次来到县世都会将各自的对章磨印成限定灵印打入身体 压制的限定比例是80% 大头的肩部鲜血有如拳远 乱局成胜追击 刀身于阵阵猫银声中化为肉眼无法看清的数一分 格利姆乔带来的五位从属官伤亡惨重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龙线架势叙事待发 骁龙回过头去观察敌气 看到的是兵精翅膀呼啸正赤斗落下翩翩要有兵精 兵轮丸穿胸而过 寂寥的苍穹之上是如十字架形状般的幽兰冰窟 下一秒冰窟连带着旗内的敌人一同化为兵兵人心 尘归尘土归腿 顺了敌军的东侍郎解除了自身的万解形态 他早已兵营极限 就这么坠落到房顶 另一边 沸沸王蛇尾丸巨大的蛇手再次吹起 猛烈的冲击力将苍角王子击退足足有数千米远 无论他如何嘶吼着抵挡猛烈的撞击 也不能拦下此时的蛇尾丸 刚蒙有力的一口咬下 苍角王子落魄的碎屑漫天 练刺不再留守 翻转如龙藤的蛇身一劫一劫泛起是红的灵光 口中是星红的能量冲击 飞骨大炮 一击之下暴虐的乱流宛若火山喷发一般 不住地冲刷着苍角王子脆弱的身躯 练刺获得了胜利 费费王蛇尾丸已达到负荷上限 碎裂成无数之劫散落在地 他心里清楚 之所以能够成功一击制敌 全凭对方先前的桀骜不逊 否则落得尸骨无存下场的就是自己 如果破面都是这么强的话 那么不远处 他的兄弟黑棋一户又当何如